在他们中又起了争论 他们中数着谁最大 耶稣给他们说 外邦人有君王宰治他们 那有权管治他们的 称为恩主 但你们却不要这样 你们中最大的 要成为最小的 为首领的 要成为服侍人的 是谁大呢 是坐席的 还是服侍人的 不是坐席的吗 可是 我在你们中间 却像是服侍人的 在我的困难中 与我常常相邪的 就是你们 所以 我将王权给你们预备下 正如我父给我预备下了一样 为使你们 在我的国里 一同在我的沿席上吃喝 并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我认为我们的 可以吃饭了一样 我能做到一个 我认为你 在我的邮途 是什么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